2022年8月16号下午收盘了 下午大盘走的可不咋地呀 不像上午那样歌舞升平 为什么有网友又问我了 说帮主啊你怎么又在这个上午的时候跑路了 没错因为咱们看着风险 咱们跑得比兔子快 这是咱散户的一个优势 记得咱们在周日策略会的时候 古邦曾经跟大家说吧 说散户有几大优势 最大的一个优势 就能跑得比主力快 因为咱们盘口小嘛 那么现在的问题来了 说这个位置下午看到没 冲高回落连这个举动都没有 你像一些整车呀 还比较坚挺 像什么一体压住 还有一些个热管理 这下还挺 但他们的盘子太小 不能支撑这么大的体量 所以走出了一个冲高回落 另外一点就是一些养殖 养殖我们的主线就是它 现在因为它是什么概念 记得吧 通胀嘛 现在通胀 美国已经消息出来了 通胀非常大 而且咱们这边通胀呢 数据也出来了 也不可小事 所以这个位置 尤其进入到一个 八月以后的 到九月份三季度的诸州期 大家这个啊 等明天 古邦要是在干的时候 可能就会奔着这个消费方面 可能要使劲呢 但这里面我们需要强调几点 第一个啊 回答网友一个问题 网友问说帮主 你为什么今天就能赶往处跑 上午的时候 咱们冲高回落 我给大家画了一个图 当时记得吧 因为几次都是冲高回落 下午还能升上去 可是今天下午没收回来呀 什么原因 这个就是给咱们一个错觉 叫惯性思维 惯性思维 现在导致了我们现在呢 很多人吃亏 那么包括新能源龙头 你看他也是上去下不来 对不对 但是现在呢 昨天是上去了 没下来 今天是上去了 下来了 古邦刚好是在上午 十点多钟的时候 记得不 我为什么捡仓 有一个道理 就是功福的啊 这个大龙头 会有一个叫宝塔吗 那个家伙开板了 开板之后 我干回来了 但为什么下午我们家会去呢 因为宝塔那个东西又封板了 这个封板 它这个属于什么 在业内管这个东西叫良品率 就它这个板封的质量还可以呀 那么就证明 就是风光无限好 未来的主线呢 可能还是会沿着这个新能源的推 但这个位置需要回撤回撤 怎么解释 现在呢 都是我现在的仓位 是百分之二十一 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 就赚了不少 那个尤其 昨天搞的那个 这个新能源 龙头 昨天它就涨了那么多点 今天高的时候涨了四个点 那么大的家伙 那么大的盘子 涨那么多 这个时候不是说 咱们获利就跑 而是说获利的时候呢 我们发现上面是有风险的 有风险 或者我们要是知道 有一个回撤 咱们先当转T下零了 那我们这么想 假如在盘中 或者是说 我们现在要是再切回来 买回去 可不可以呢 可以的 明天实际是一个 很好的介入点 因为明天我们能看明白 这个还是新能源 风口浪尖的时候 明天它会不会向下打 如果它真的向下打了 打了之后 是不是我们就有一个 新的更低的一个 介入的机会呢 没错 所以股邦现在是啥 我们散户的优势 有两个 我跟大家强调了 第一个优势 就是我们资金体量小 随时能进 也随时能出 第二个优势是什么 就是一般的监管 对我们呢 就是不同 就是监管不到 不像说一些大资金 进出的时候 得查查它 到底在来龙去脉 甚至都得扒一扒 这个钱是从哪来的 咱们没有啊 咱们小散户 是不是啊 我们进出方便 所以股邦今天呢 说了这么多 最有用 最有价值的呢 就是告诉朋友们 我们散户一定要会利用 利用好自己这个 我们是散户 进出方便 进出方便 就有一个优势 叫跑的能比兔的 跑的就是得比兔的快 那好 我们再把盘面 再梳理一下啊 通过这个九天上涨 到今天 大家看 从底下上来 九天了 那么本轮下跌呢 是从前面 一轮下跌的时候 是七月初 跌了九天之后呢 然后进行一个整理 然后又跌了几天 到今天呢 是上涨了九天 上涨了九天 今天假如要回调的话 什么浪行啊 什么形态啊 我们现在先不看它 因为涨多了 它要回调 这个呢 就是一个啊 不光是主力的问题 这个也是市场上 它释放一些情绪 另外 我们三天前 就是上周四周五 出来的消息 现在我们还没兑现呢 或者说 现在咱们还没完全反应呢 朋友们 千万不要忘了 那个 EDA 记得不 就是美国人 给咱们四项的限制 这四项限制 条条都郑重要害 而且切点准 下手准 找时也准 而且咱们呢 就是还不得不回应 没办法 你看 人家控制咱们的半导体 那咱们这边就得发展 风和光 对不对 这样来讲 才能有这几天 风光无限好 那么现在话说回来了 大盘涨了九天 现在该回调回调 回调之后 能不能上来呢 这一点呢 请大家放心 股邦跟大家是一条心 因为现在我看的呢 就是他要回落回落 假如明天要回落回落 要是明天要有一个集叠的话 我反而敢往里干 因为现在我已经准备好资金了嘛 我要干三件事 记得不 第一个 要把仓位 加到50% 就是半仓 现在我的仓位 今天减仓了 这不还是21%吗 第二个要干的事 今天 咱们就是盘总做的T加零 是不是相当于 我中午的时候 我不跟大家讲了吗 我上午 把这个卖了 光伏 这个新能源 卖了之后呢 如果明天 或者明天下午以后啊 把它接回来 更低的价格接回来 是不是我们相当于 做了一个T加零啊 对 这个就是今天说的第二个重点 我做了T加零 第三个 现在呢 旁边上的热点呢 还是那五个主线 第一个新能源赛道的新半军 这种东西 还涉及到一个国产替代 我们大国经济 要以什么为支撑 咱们先不谈 首先 科技新国就忘不掉 第二个呢 就是新老基建 新老基建 今天基建板块有所异动 大家看见了吧 房地产 有异动 但成交量不够 上午的时候 如果成交量够的话 我就干了 我跟大家 中午的时候也讲 上午没干房地产 原因呢 虽然他排主线上的老二 是稳增长 但是 他不放量 或者是量不够 那么他就没有办法 堆砌起了一个人气 人气不够的时候呢 我们就在等等 是不是 等人们都来了 我们跟着一起 这样来讲呢 大家伙属于抱团取暖 涨的股票能涨的更快点 第三个主线呢 就是猪肉齐类的 当时讲的叫做猪肉涨价 今天事实证明也是 这个消费 猪肉涨价呢 它不是 还有hold出来的 而是长期以来 去年和前年 包括一顿给猪的打压 或者是一顿下跌 这个企业呢 现在已经 就是 泡沫 空间已经挤得差不多了 那么现在呢 也允许他们 喘喘气 什么是喘气啊 就是涨价 什么东西 别忘了 涨价概念 好了 那这个呢 就是通胀主线 我们再说第四个 旅游酒店和零售业 这些东西呢 它主要是 疫情复苏的事 可是现在疫情 负没复苏呢 很显然疫情是复苏了 我们经济呢 也向好了 但是局部 还有一些个 小多发 我们也在 努力的控制着 那么现在 我们的问题 就集中在这 这个问题 是不是得需要 急待的解决 画一个问号 那么接下来 你像一些个 什么疫苗股啊 还有说什么的啊 总之现在你看 示范贴钥子边的 都不咋地 实际有人说 这个可能是跟 集材有关系 就包括种植牙啊 种植牙 上海的地方 大家看我身后 那不有一个 那个标志性建筑吗 咱们不做广告啊 后面那个标志性建筑 上海这地方 也可以出来 种植牙 就要参与医保了 那你想想 这么挣钱的一个家伙 如果都纳入医保的话 这将来会怎么样呢 当然老百姓 负质提高了 但是企业的利润 也同时下来了 另外 咱说说最后一个啊 林秋末晚 有第五项 这个就叫做 最后一波的 年终报还情 也就是半年报 现在半年报里呢 我们发现有几个特征 好的好 no the no 因为现在好的呢 大家发现 好的时候在上个月 就是一月 就是七月初 七月初它下跌了 那么好的一些个东西 没有反映出来 明白不啥意思啊 就是大盘下跌 可是个股呢 虽然业绩好 但是股票没上涨 没反映出来 怎么办 这个是一个问号 这个可能给未来的上涨 或者是说给未来机构推一些东西呢 构成一个实质性的利好 因为业绩必然是上涨了嘛 那我们现在看银行 现在马上银行 扎都是会爆出来半年报 业绩很亮的 几千亿的证 所以呢 我们现在也不能忘了最后一个主线 总结一下 大盘虽然说今天呢 冲高回落了 而且呢 个股现在看起来 也是冲高回落 就连龙头 我们一直说的 主线嘛 就是新能源 缠绕着它的一些个花花草草啊 现在也都是跟着冲高回落 那么我们呢 怎么办 我们记住 要抓住散户自己的一个优势 我们一定要知道 冲高回落的时候呢 我们也小小做做T加龄 这个就是股邦每天做的三件事 第一件事 我们加仓 第二件事 做T加龄 第三件事啊 我们摆这个仓位 还有各方面打理好 好 我是股邦 今天就说到这 下午呢 到尾盘啊 就现在还有一大段 我指的是国外 一些什么 就是外盘 他们还有一大堆话要讲 那么我们会把这些个 外盘的一些消息 包括外盘的反应 梳理好 梳理好之后 明天早餐 以早播报的形式 播报给大家 朋友们 我是股邦 喜欢的加关注 在这儿 你可以长按点赞几秒钟 给股邦加持加持 谢谢 我们明天早播报 谢谢